來 我剛剛看王仁甫有一個 很厲害的地方 什麼地方 他自己切的 我剛剛看他刀工 他真的很厲害 他自己切的 真的假的 對 我就看到他很年輕的 然後那時候我就想說 王仁甫什麼時候有迷人過 不是 切的時候跟平常 當初你們兩個都在搶我的時候 也沒有這樣講 搶過你 不然你手機為什麼會 揮我的照片 他不敢跟你老公知道 我老公現在那個 我老公現在等你節目錄完 電話就來了 好 我們放一些的洋蔥 如果你喜歡吃洋蔥 會比較重一點 你可以放多一點 不然的話你可以放小一點 它只要有一個香氣在 那蛋的部分呢 基本上呢 我們就把它拿來做就是 你可以放在碗裡面 直接用刀也可以 或者是像我的話呢 我們就會先用 是 好 王仁甫姐 今天開始要玩眼了 王仁甫已經咬下唇了 王仁甫已經咬下唇了 我欺人了 王仁甫開始受不了了 好 你就可以把它切 那因為我自己喜歡用這個原因 是因為這樣你的蛋 才不會有大有小 對 有時候吃到太大塊的蛋 有時候吃到太小 所以你就可以控制它的大小 天天老師都有在對 對 你這樣大小就可以 自己比較可以控制 對 那你把蛋弄完了之後呢 我們就把蛋放到 我們剛剛的這個東西裡面去 全部一起丟進去 對 而且這樣子也可以讓蛋黃 就讓小孩吃不出來 對 不然小孩子基本上不吃 對 好 接下來呢 我們就把美乃滋 那美乃滋呢 我們就把它拌一拌 那你可以自己看 你要加多少的料 你可以加多一點 那它就比較rich 吃起來會比較有口感 那你也可以不用怕 如果你怕胖的話 你就放一點點 讓它有一個黏稠 可以把所有的料 聚在一起就好了 像我們現在就大概 拌到這樣的程度 應該算不多啦 你到這樣子有沒有 從剛到現在呢 大概差不多短短的三分鐘而已 你就可以把蓋子蓋起來 對 準備出門了 這不用準備很久了 你胡椒粉還沒灑耶 有沒有 胡椒粉是到現場去 你就把它這樣帶著 好 那現在我們假裝 我們已經到野餐的現場了 好不好 OK 到了野餐現場呢 你只需要把桌巾鋪起來 把這碗拿出來 然後接下來就把桌上 你大家會帶一些餅乾啊 什麼東西去 全部拿出來 來 每一樣東西呢 拿起來 比如說這個東西 洋芋片一定嘛 野餐大家一定都會帶 或是玉米片 你就把它拿起來 把你剛剛拌的這個東西 打開來 對 放上去 你就勾一點點 對不對 很紮實耶 你看 這樣子 對 然後呢 上面呢 再擺一塊 點綴 小黃瓜 這也像壽司牌 好漂亮喔 然後 如果你想一點香氣的時候呢 你就撒一點點的胡椒 一定要在這裡撒嗎 沒有 我們就給大家看一下 這樣子你看 是不是就是你到 好漂亮喔 很快速 所以呢 你不管任何時刻 你都不用在家裡太麻煩 你只要在家裡準備好了之後 這個可以學 到現場去 你就把玉米片拿起來 蘸一點吃 然後呢 任何東西都可以拿起來 我現在就做幾個 讓大家先來試吃 好 那現在我們都已經有 這個旁邊有準備了 大家可以試吃 看看那個口感怎麼樣 是 好 你這是要給我的嗎 對 來 憲哥這個給你了 所以你不給謝潔玲嗎 謝潔玲不用啦 謝潔玲她 弄軟 你們兩個源源相抱何時了 我自己吃這一碗 你是女神 你要控制一下自己 你是女神耶 好香耶 好好吃喔 對 這個口感就很舒服 然後重點是你在現場的時候 就是邊聊天就會弄起來 那你也不要事先太累 然後到現場 讓大家每個人可以自由去搭配 他要的東西 我跟你講這個東西 我知道剛剛任福講的那個原因了 為什麼要配一個脆脆的口感 它那脆脆的口感 跟那個沙拉搭在一起 你會有比較多的層次 而且那個煙心鮭魚的味道 真的太棒了 對 對 這個口感其實吃起來 就非常的舒服 然後聊天的聖體 是 好 那我們兩位專家 已經剛剛有吃過了 那請給分 大家謝謝 謝謝 好 那我們要請露露也 來幫我們做一下說明 為什麼給他40分 剛剛你給小可只有3分 男生啊 我所謂 因為他的分量就是 看很開 他的分量我覺得比較適中 才不會吃了一個麵包丸 就太飽了 那他一口吃我覺得是剛好的 對 所以我給他4分 而且他那個煙燻鮭魚的那個 口感真的很清爽 對 因為那個味道真的很不錯 沒錯 真的好吃 真的好吃 那個直接拿來當沙拉 我覺得都好吃 可以 你夾南投我配水桶給你 整個氣氛都不見了 氣氛都不見了 對不對 對 好 那我們也請這個露露老師 來教我們可口的 一口吃的野餐料理 好 老師你今天帶來的是什麼料理 Finger food 就是一口可以吃的料理 好棒喔 那我們需要準備什麼東西 我們先來講第一道好了 第一道我把它叫做花圓沙拉 就是小黃瓜 直接做 可以 直接做 那就用這個刨刀 一定要有這種工具 對 老師平常你這樣的準備 就是需要花很多時間嗎 不用耶 因為這個都是很容易 可以準備的 很快就對了 這很快 黃瓜這樣子 好 片 然後呢 起司 這個是有一點那個 也是有點煙燻的味道 對 這樣就很漂亮了 有辣 對 有辣 有辣的可以有一點辣 有一點辣的起司 小朋友的話可以選水果口味的 是 然後這個就是生菜 對 把它捲起來 然後放在這個中間 就這樣 很漂亮 然後就把它捲起來 就這樣 手工具 手好 那個叫什麼 手好巧 手好巧 你看小時候 三年級 四年級 有學那個勞作 這不好好學 然後最後呢 用一個叉子把它 插上去 好可 完成了 馬上 好厲害 好厲害 而且超低熱量 而且超優雅 好漂亮 真的 好強喔 看完你做 又覺得王仁甫剛剛那還好 對 還好你剛剛先做 但不瞞妳說我看完他做 我也覺得我剛剛看完 我們烤鞋先做完了 對 對 接下來介紹 妳看妳後面能不能看 冷靜…我們還有第二個 還有第二個 還有第二個 也是很清爽的 然後很簡單做 就是這個 對 就是進烤箱把它烤一下 用烤的 烤好以後呢 還有這個 這個叫做櫛瓜 我好愛吃櫛瓜喔 我好愛吃櫛瓜喔 是 然後呢 因為這是針對小朋友 我們就做一點創意 這個起司 對 我們用一個膜把它壓上去 好可愛 我剛剛以為是那個耶 然後它就會有一個 這是新鮮的 新鮮的 這是新鮮的圖案 然後會放上去 等一下 會變成這樣子 好可愛 然後老師要把它放上去 對 然後呢 就把它 拿一個叉子把它 老師連叉子都跟人家不一樣 連叉子都不一樣 這樣就好了 好漂亮喔 這個都不用調味 因為那個蘑菇本身就有水分 然後那個櫛瓜也很甜 只要這個起司提味就可以了 老師我覺得真的是 一點點小小的巧思 那個品味就出來了 是 對不對 好 再來第三個 還有喔 第三個呢 也是小朋友很喜歡的 棉花糖 水果棉花糖 然後就棉花糖 我們把它中間切開之後呢 放上去 草莓 草莓 是 然後奇異果 奇異果 紅的綠的 這一定好吃 因為棉花糖甜甜的 加上一個薄荷葉 它的味道就會 好漂亮喔 漂亮 很有層次感 好漂亮喔 太棒了 其實野餐就是要這樣子 對 簡單快速可以做到 然後又漂亮 沒錯 真的好漂亮 好 那我們來試吃一下 你看喔 除了漂亮之外 大家覺得好不好吃 真的嗎 好吃嗎 很好吃喔 很好吃 你吃的是黃瓜的那個 對 我吃的是 裡面有吃到辣辣的起司口感嗎 它的起司就比較濃 然後還有它那個火腿 選比較特別 不是一般的 可以不要水分的火腿 因為野餐的東西 基本上它天氣一定比較熱 所以其實我們今天吃到的 這些這三樣都是比較涼的 它已經冷掉 可是那個冷掉 口感在夏天 在野餐的時候吃是最好 對 而且那個野菇 你吃下去的時候 你看起來是乾乾的 可是你一吃下去的時候 那個水分 從野菇裡面這樣 好香喔 整個非常的summer 我吃棉花糖 然後棉花糖 我真的很喜歡上面那個薄荷葉 因為我們有時候吃棉花 不是會很 棉花糖很甜嗎 會想要喝點茶 它那個薄荷葉 剛好會等於你在喝茶那個解 那個甜膩的感覺 然後水果又是選酸的 對 棉花糖一定要選酸的水果 而且像我吃的是那個黃瓜 我覺得巧思就在那個辣的起司 因為它會給你一些 味覺上的刺激 然後你就會覺得好特別喔 好 請問三位給老師幾分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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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很謝謝老師 跟我們再見 謝謝老師 我也看得重頭戲還是在甜點 因為要做最後的Ending 那不管說怎麼吃 吃得健康又美味 那這個時候考驗就是甜點喔 要注意什麼 好 接著來告訴我們 完美的Ending 第三道要考的就是呢 低卡低紙低熱量美味點心出擊 打開你的口水 低卡低紙低熱量的美味點心 馬上回來